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國際電影節已經可以41年說的大把話說 但其實都是說今年做一部電影 經典戲 最佳選擇 對你來說是否一個經典戲 科幻片來說我喜歡到這部電影 基本上第一天你不去看春嬌的舊志明 你已經立即看到這部電影 做你今年的開場戲 那我選就選他 因為我看的時候震撼也很重要 其實國際電影節 應該如無以外都做過兩次或三次以上的選片 無論你說國際科幻電影 或者說導演特朗斯基 特朗斯基 這部電影基本上是非常經典的一部作品 你那時候看的時候你喜不喜歡你的評價 對這部電影 我那一年看了第一場 很奇怪 每個人出來 你知道我們很多朋友 Ricky 明哥也在那裡 每個人都說 立即買第二場票 立即要他再看一次 你會知道他的魔力在哪裡 他的魔力是全世界 但是由影響電影人到影響影迷 他去到那種深度 已經是一條大廚 說一條深遠來說 這一套《潛行者》 其實在國際電影節的時候 都曾經在第一影室做過 我那時候也有機會看過 那部電影是很厲害的 因為特朗斯基他有兩個階段 他有一個在俄羅斯拍戲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經典的作品 例如《鏡子》 還有他有一個叫什麼 《Andrew》 那部電影是很厲害的 《安德魯》 《羅布洛夫》 講一個東正教的一個 《畫家》 《畫家》的仕途 他的經歷 但是後來他就變成了一個 叫做《流亡者》 就去了拍了他最後的幾部作品 剛才張宇宙都說過《犧牲》 還有《淮鄉》 《納斯德基亞》 三部作品都很厲害 這部屬於離開武土的階段 今次在《國際電影節》也選擇了一個修復版 也告訴你 如果你沒有在《大銀幕》看過的時候 你就會差一點 我告訴你日本片《壓井手》 因為《攻略地動隊》 現在開始在做 《壓井手》 《動畫片》之前的《天使之彈》 還有很多電影 《科幻》的電影 其實都很受到這部電影的影響 不是我所說的 是他自己所說的 因為他說他第一次看的那部電影 睡了很久 睡了很久 他醒來的時候 那些鏡頭一直影響他很厲害 而他裡面 他為了要知道自己 有哪幾場我睡了 有哪幾場我沒有睡 有哪些是看得出來 有哪些 然後他自己 製造了很多 他睡了的時候 製造了很多夢境 組織上去 這個你不要以為他開玩笑 這個他心得到這個故事 他裡面最奧妙的東西 其實影迷也不單止 這個勁導演有這樣的經歷 其實影迷是有這樣的經歷 你以後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部電影 因為他除了這部電影 另外那部《蘇勒尼斯》 即《星球蘇勒尼斯》 都是被譽為科幻電影裡面 你不要以為 《2001年太好漫遊》 是經典中的經典 當他說《2001年太好漫遊》的時候 那些電影的人都會告訴你 你不要忽略那個叫《星球蘇勒尼斯》 就是因為這個俄羅斯導演 他拍的電影的《科幻》裡面 他不單止說到一個 科學的未來的軟觀 那個世界 而他告訴你 其實無論過去或者現在 或者將來 人的那種心靈的探討 都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部《Stalker》這部《陳文者》 到今時今日 其實大家都覺得 他已經走到前衛很強很強的 那麼這裡就說到無謂 大家先看看 看完之後 你可能會有很多疑問的 那些疑問 出來的時候我們再跟大家說 因為這部電影 值得這麼多年之後 趁他現在拿回來做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科幻專題 亦都專講這部電影 但是我想講這一節 在41年以來 我們都看了很多電影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印象 我想給張惠雄 你想講一例 你現在都看了三十幾年 那你的感受 還有你有沒有一部 選擇起來 你自己 是說這麼多年以來 你真是一個很難忘 很喜歡 或者你之前說一說 然後就說一說 你最難忘的一部電影 告訴大家聽眾朋友 別人很想挖掘你的內心世界 就是這樣 剛才我們約了一說 Stalker的經驗 就是一個很開心的 就是他剛剛拍完部電影 我們都可以一年後 我們立即 這是香港的特色 現在那個時期 不過你要這樣說 譬如我很喜歡安東利我來 我唯一一次 跟他剛剛拍完部新戲 而立即看到的 就是他最後那幾部 《雲晟雄日子》 因為我於他成名 那時候我還沒有成長 做一個影迷 很多時候都是隔代 去看他的經典 所以其實你這個問題是在問我 所謂那種跟世界電影的生態 那個最前尊 最前端的變化 我剛剛踢著那一剎那 其實很多時刻都會有 其中一個對於香港電影 他出名的就是 他是把整個第五代放諸四海的 連內地都沒有看過黃土地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窗口 是中國的第五代 我們香港是第一代的第五代的影迷 看到紅高良 看到黃土地 這個時刻對我來說 其實我那時候對黃土地 糟了 我不太明白 我當然要後補 聽聽前輩怎麼覺得這部戲厲害 這個時刻你當我錯過了 或者沒有那種心坎那麼認 我反而 你剛才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想起 我是跟美國那個八、九十年代那個 紀錄片那個 對一個風潮來的 是同步的 就是其中有一部戲 這部戲 就是巴拉克普的《美國夢想》 是 就是作為 如果你看這部戲 它放在電影美學史裡面 就是剛剛在所謂真實電影 《Cinema Vavete》那個階段 這部戲就是 巴拉克普拿著一部機拍攝一個工潮 而這個工潮 當那些工人佔據了廠房之後 那些老闆就在外圍紳士 他們要保衛那件事 與此同時 這個工潮永遠就是 永遠就會發生 慢慢就時間和你 那些資本家用時間和你對手 叫你放棄吧 我加你上班 我加你薪工那種 其中一段就是 就是所謂《Cinema Vavete》的精髓 我就在這裡看到了 就是兩兄弟 那種叫做什麼 很有感觸地說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大的成績 就是說 弟弟我放棄了 我明天上班了 就是那段戲 就是讓我認識到整件事 然後才去看書看成績 就是那個時刻 我和這個時代 因為這部電影同步了 這部電影我沒有看過 因為當年的紀錄片 可能因為實在太多 還有一件事 那個年代沒有字幕的 英文那時候 現在也有的 但多數沒有字幕 但最近會多很多 因為有很多團體 他們都覺得 這個電影節裡面有很多戲 我適合更加多觀眾去看 那他就成功了 是的 而且也有很多公司 投資 即是說 讓你製作一個中文字幕版 在這裡放 縱使它未必會供應得到 但是有一個中文字幕的版本 都會多了很多人去看 所以這是一個方便 我們當年那時候 沒有中文字幕版本 都非常多 而且其實由此到終 有一件事是很煩的 國際電視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戲狀奇 你會做一個好像賭博的 如果你在影視裡面來說 要做一個賭博 我放棄了這種分析自我 我覺得是命運 不是 我做一個舉例 當年第一次 在國際電視節目 做貝多魯奇的銅流 做的時候 你會不會是率先看銅流 是 我不是 因為有一部戲 我覺得 如果我不看 可能第二次沒有機會看 銅流 如果我沒有看 可能因為貝多魯奇 那時候也挺出名的 1900 可能 也有機會 那時候我心裡是蠻蠻蠻的 真的 有一部戲 那部就包括 那些短片來的 行不行 不知道 我終於決定 不看貝多魯奇 我的大師 即是我心目中的大師 先放下 看那部 是冒險 行不行 就是遺憾 這樣說 讓我看了 就是紫山修斯的獨立 就是你的影節時刻 他有兩集 第一集 就是最經典的 第一集 看的時候 很多人看了 因為紫山修斯 當年已經很有名的 有很多大導演 現在仍然很大導演 我不會在空氣中 因為他很大 看著他 受不了 站在身上 跑去 因為那些獨立的片 真的很獨立 但是 我們看完第一集之後 第二集 一定要看 無論以後 怎樣也要看 第二集的時候 令我看了一個 我到目前來講 仍然是選舉 是我的第一部電影 就是這套是什麼呢 當然 我看了很多次 這個叫做草迷宮 你是不是1979年的時候看的 不是 不是 我也是看了《紅樓》 你那時候 不是 因為他跟著 他四月幾做完之後 差不多八月幾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就是《性愛玉》 首先 我還在讀書 還在讀中學 即是你十八歲 還沒有 當年還沒有三級 因為這部電影 後來有一個片商 覺得這部電影很爽 原來他本身有三個導演 因為是法國人頭之 有三個導演 包括一個拍攝《埃曼劉》的導演 另一個就是《布林夫之坑》 就是那個波蘭的導演 動畫導演 三個人合起來 拍了一個叫《Pive Collection》 私人藏品 《紫山修斯》這一部 是其中的一段 當年也在暑假期間 就是在《快樂戲院》 當作《鹹片》 但原來那個版本是不同的 因為我們第一次看的 國際簡直的版本 是原裝法文做配音 它有一個底部 就是講日本語的 你現在看到日本的版本 就沒有這個版本 但是它有一個日本的對白 做底之餘的時候 就跟著 就在那裡有一個法文的字幕 不是法文的敘述 然後就打英文的字幕 我們那時候 英文的程度不足 但是法文更加聽不到 但是覺得那個法文好像唱歌 很好聽 是聚述的故事 然後在字幕上了解它的故事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原裝的聲音來打底 這個故事簡單來說 很有趣 就是因為它的故事 就是它裡面的處理方法 很跳躍式 不是這樣叫順序 起承轉合 這樣來說 還有它裡面的視覺效果 是相當奇幻的 它就是講一個年輕人 那時候 當她大國了的時候 她回到她的鄉下 即是她媽媽已經走了 但是她覺得她媽媽 她記得她媽媽小時候 唱一首歌 她很想找回那首歌 和歌詞回來 當她一邊找回那時候 原來她發現她媽媽 整個世界裡面 充滿了妖氣 她看到她媽媽 那時候 就去到一個好像地獄的地方 相當奇幻的電影 現在你看《貞子》 《五夜空靈》 那些 大家都說 有很多 甚至是一些演員 其實都是這個 《紫山修斯》 它的劇團 正出來 相當之華麗的戲 而且到今時今日 我想如果說你學寫劇本 它都已經很跳出來 一講奇幻就是 於埔里 當年我看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這部戲 而且我看完之後 也都很幸運 它只是放了一場 但是隔完之後 它有一些 我想現在沒有了 或者就算有 都已經有人罵它 不會這樣做 但是那時候 就會做到 就是他們趁那部戲 完結之後 趁那部片還沒離開的時候 他也盡量在內部 再放幾次 給那些 有些人可能趕不及 就去看 還有 等它離開的時候 這個拍攝的放映 就想多一些人看 因為 那時候的複製 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那時候也沒有錄影帶 錄影機 那個時候 我當時第二次 我叫了我在無線的 那個攝影師 去看 他也看到 哇 很厲害 這部戲 到現在來說 都非常厲害 就是我很感謝國際電影節 令到我看到這部戲 這部草迷宮 我想現在 都在說的時候 我們很多聽眾朋友 可能怎樣都看過 因為現在 其實大家 或者做設計的那些 都仍然是有提及這部電影的 所以這個 如果講起 這一節 講的叫 國際電影節 帶出來的 那些 令到大家很難忘的 那些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 看過 那些難忘的電影 好 但是呢 我覺得 第三節就完了 第四節 我想再講一些 再講一些 關於國際電影節的 那些 譬如 他是怎樣選擇影片 還有 因為最近也罵了一個風波 不大 不少的風波 可以顯示到 他們這麼多影片 去選擇的時候 有時候會是怎樣去選擇影片的呢 那跟大家講一講